我们在这一节1.5节主要要介绍线性的Linear ODE它的结法。 我们先从简单的没有输入项的那种结法,我们叫Homogeneous Linear ODE。 这是一个还蛮容易的一个结。 再把输入项再考虑进去的时候怎么结。 这可以应用到很有名的Bernoulli Equation,中文有时候翻译成白努力定律。 那也可以来计算一些人口变化的一些情况。 我们现在在一个一个来讨论。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来讨论这是蛮简单的一个form,就是Linear First Order ODE。 就是一阶的这个线性长维分方程式。 你看它就是一阶就是只有YPROP,只有第一次的一阶的维分。 它的系数都只跟X有关系,是X的function,没有跟Y有关系。 所以这边就只有Y在这里。 这是一阶的线性长维分方程式。 如果是non-linear,就是说它写不出这种format,那它就是non-linear。 我们后面会举一些例子来看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那我们说它是homogeneous,就是它的没有input,它是等于零。 所以这个format就非常简单,基本上等于零。 那这个的解法就相对容易。 我们只要把这边搬过来,把Y除过来。 那你会发现它的一个解就是等于Y等于C乘上exponential。 这个P的一个积分。 这minus主要是这边搬过来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general form,general solution。 那C可能是正数或负数。 它在基本的过程中,这是它的一个变化。 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解过一些就是相当清楚。 那这是可能根据Y是大于零或小于零。 它可能这边是正值或负值。 那有一个trivial solution,就是C刚好等于零的时候,Y就等于零。 那你把它带进来,因为假如都是等于零的话,它这个一定是等于零。 所以这也是一个trivial solution。 那这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假设这是linear system, 它里面就是都死掉了,都没有人去动它。 所以它整个的output就是没有。 那这个我们叫trivial solution。 那一般会有值的状况。 你会看到它大概都是一个trivial solution。 就是它因为它没有input,它自己没有能量。 所以这个system里面它的讯号会逐渐递减。 然后就最后变没有了。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状况。 下一个状况就是它叫non-homogeneous linear ODE。 就是它这个有input的情况。 那input的情况这么简。 那这个解就是不是很trivial。 那主要你看不出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可以带入我们前一节所用的一个方法叫integrating factor。 我们假设有一个f这个function,我们把它沉进去的话,它有一种format。 那我们从前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它都会有一些trick。 trick就是说把这种复杂的form,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 所以这边来看就是从前面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假如能够把它转换成一个能够完全微分的一个东西的话。 那这边就比较好处理。 因为我们只要看这个样子,它可能就是很像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当你把它假设它是这种状况,那我们就把它微分看看。 那微分看看,它就会得到这右边等于这一项。 那左边等于这一项,右边等于这一项的话,你把它带出来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解的一个状况。 假如说它这个可以解的话,那代表我这个PF就要等于这个F'。 因为这是Fy'。 这边应该F'乘上Y,所以代表这PF应该等于F'。 那这个我们就会解的,我们看到这个形式非常多。 那就是把F带过来,这样去解。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Integrating Factor就是一定要是这个format,在Exponential P的一个积分。 所以当我们找出这个话,那因为它这个东西比较繁琐一点,我们用一个新的一个符号H来代替它。 这样我们写起来就会方便多了。 所以F就等于Exponential E的PowerH,H应该是一个function。 所以F用这个来代替的话,你就有这个就是用这个代替。 那等于这个equation,现在要等于这个equation。 好,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积分。 对这整个做一个积分。 做一个积分的话,对Ex做积分,你就会得到EHY。 那这边因为它就是常数项,那这边就是这个的积分。 那会加上一个constant,因为这个有一个。 因为我们不知道起始值这样,所以它会有一个constant。 这样的话我们再把它带过来的时候,你会看到Y就等于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整个项再乘上E的负H,这也是因为E的H,乘外做E的负H。 把它整理一下的话,你会看到第一项跟第二项。 我们看到第一项是跟这个input有关系的。 所以它这是因为input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那后面一项就是due to initial data,就是它的一个起始状态。 我这system我开始在计算它的时候,我们讲不考虑input,看它的起始状态是怎么样。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可以很系统化的求助它的结。 我们用这个是用抽象的方式去把它解出来。 所以以后基本上你想要看到这种样子。 这是non-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事实上带这个公式就可以把它完整的解出来。 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个应用。 我们看这个问题它是y'。 所以这是first order。 你看y乘上tangent x,这跟x有关系。 这是r,r是sin to x。 所以这是non-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 它有initial value,y of 0 equal to 1。 这时候你就知道p,p我们前面套那个公式,p就是tangent x,r就是sin to x。 sin to x,我们可以再把它化成2sin xcosin x。 这是在微积分的时候有学过的一个公式。 那我们细节我们就不讲,我们假设大家会。 讲没有话,请大家去查一下公式。 所以这样的话,我的h是等于什么呢? 是p的一个积分。 所以把这个带进来,所以是tangent x乘上dx。 tangent x乘上dx的积分它得到什么? 那一样这个可能就是要查积分的那个结果。 是lin second x,它的absolute value。 因为lin它一定是要正值了。 所以又得到这个东西。 那这边可能大家同学,我没办法,我也不希望大家就实际。 不过你可能要大概有这个概念,tangent x,积分以后会是大概什么样。 至少知道去查那个积分表。 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f function是e的h。 那再把这边做exponential。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integrating factor,它实际上是等于second x。 second x。 所以1的负h就等于cosin x。 second x就是cosin的一个导数。 所以前面另外一个需要计算的是e of h乘上r是等于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乘进来的时候。 因为它跟这个是导数,所以我们得到to乘上sine x。 所以这些前面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值都有了。 那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那你自己带进来看,你最后会得到这个function。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 它是1的是minor h乘上r乘上e的h,乘上dx加上c乘上e的minor h。 好,所以这个带进来,那你就可以得到最后这个值。 那我想这个细节你可能要一步一步自己去导过一致,我才会比较熟悉一点。 那这就是我们的general solution。 那里面有一个常数c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不知道这个常数就要带initial value带进去,才会得到值。 所以这里的意思y of 0 equal to 1,表示在x等于0的时候y是1。 那我们在x等于0的时候cosx它就等于1,这是等于1。 然后把这公式带进来,它要等于这个1。 所以1就equal to c times 1 minus 2 times 1 squared。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这等于c减掉2,所以把2带过来。 你就得到c等于3。 所以它的一个particular solution就得到这个结果。 那你可以带进去看一下。 因为它的input是sign to x。 sign to x 它所产生的结果是这一项。 它的initial value,因为它initial y output是有值。 表示这个system里面有一些残余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会产生这个结果。 好,那这个我们学电机的人,他经常会碰到rlc circuit。 那这里列出来是一个r,r就是resistance,l就是inductance。 这个一个电杆,电阻跟电杆。 那你就可以,我们可以解架。 假设我们从外加,这个看起来是像电池,一个直流电。 直流电在某一时间点把它套进去的时候, 它我们想知道它的那个电流的wayform变化是怎么样。 好,那这个的解法,我们基本上是cursial voltage law。 那这在电路学里面会讨论。 那我们现在先不去讨论它这个怎么来的。 那基本上它是这样。 假设这边有个电流,这个I这个电流。 这个I电流它会通过这个resistance。 所以这里的一个电压,降的电压是r乘上i。 那这边电感的电压变化量。 事实上是跟电流的变化量乘上这个电感,才会得到这个电压。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方程式。 我电压,这边的电压,等于这边在release所降的电压, 跟这边inductance,到这边所induct这边的一个电压量。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方程式。 那我们看这个方程式。事实上你会看,假如说我们它的变数是,事实上是时间。 那我们前面谈的y事实上是相当这边的电流。 那前面的p,我们这边是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变成我们刚才那个比较标准的一个format,这是i'。 我们i'希望它的系数都等于1,这样比较好讨论。 所以这就是它的p,p就等于这个,那这等于它的input。 所以我们套前面的那个,最后你会得到这个solution。 我想细节就让大家自己去算一次看看,就把前面的公式套进来带一下。 你就得到我这个current,就等于voltage,除上这个r。 所以这等于这个input的e进来,它这边是主要它的结果。 事实上也就是这条线这里的一个结果。 那这边是看我一开始的时候,这电感上面有没有电流。 有没有残余的那个电流在那里。有的话你看它就会慢慢decade,最后它就会converge在这里。 因为它主要是电流一开始,电感它会阻挡电流流进。 可是慢慢慢慢的,当它流通以后,这基本上就是像短路一样。 所以所有的电压都会在这个电阻上面。这是你想说学电路学的时候,它会学到的。 不过基本上我们所想讲的,这就是一个non-homogeneous linear differential,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用我们刚才的那个公式就可以直接解。 好,那另外有一个,这可以应用在深一上面。课本有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打荷尔蒙的一个例子。它主要是讲到一个甲状腺。 那很显然这个病人可能甲状腺,他的分泌不正常。 所以希望用加药物来调整他这个甲状腺的分泌量。 所以我们就假设Y就是这个荷尔蒙的量的程度。 那我们想要给他吃一个药。 假设这个药对这个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会去消减它这个里面这个荷门。 它本身是成一个比例。你越多的话它就消减越多。 那我们先不论因为不论它是怎么来的。 我们只是假设这个药,它有这种作用。 这个可能要学生医的人,他才能告诉你。 另外一个有趣的是,我们是假设它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荷门的分泌。 它是一个常数加上V乘上cosWt。 W是它的频率。 那课本有提到它是跟我们24小时的变化有关系。 24小时的变化。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cos来模拟趋近。 就是说它这个分泌量的一个变化。 所以你会看到它有时高有时低,根据一天的时间身体时钟它有一个变化。 那我们就假设这是甲状腺所分泌出来的甲状腺素。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带出一个equation,一个model。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甲状腺素的差量,就是变化量,就等于我输入。 我输入就是从甲状腺素的东西,减掉它被消耗的。 我们加了一些药品把它消耗掉的。 就是这个药所产生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是输入,这是输出。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发现它就是又是一个non-homogeneous linea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是我们前面的format。 那这就是p,那这就是r,那你也可以带进去。 那细节我们就不带了,请大家自己计算一下。 最后你会解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结果。 我们发现最后它会平衡在这里。 那这也是一般用药的,希望你要达到某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点。 它可能会有上下起伏,可是是至少在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点。 从一个从很低调高,或是从很高调低调到这个正常点。 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我们这个工程数学也可以应用在这个一些生意的这些model。 所以它几乎是无所不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它。 只要你能够把它写出它这个model。 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powerful tool。 另外一个叫Bernoulli equation。 Bernoulli equation 我们先不讨论它怎么来的。 它这个就是稍微比较复杂。 我们看到第一眼看到它,它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non-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 不太一样。 所以这边的P是一样的,可是这边R你看它,它有Y2的powerA。 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项。 所以乍看之下好像没办法应用。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整理成这个样子。 对,它这件事提醒就是说,假如A是等于0或1的时候, 假如它是某些特殊值。 它本身是linear。 因为它讲到0的话,这边就等于1。 那或是1的话,1的话它就只有单数项。 它这样就是linear。 那我们就可以带前面的那种解法去解。 那我们现在有去,有兴趣的是它是一个general的一个值。 A属于R,R是real number。 假如它是那个值的话,它是non-linear。 那我们来看看non-linear它怎么解。 那这边有一个可能不是很trivial的。 就是它说我们把用Y的E-A,这个把它带成U。 老实说这是一个可能就是好像神来一笔一样。 不过它确实可以来解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不去讨论它这怎么来。 这可能需要一些经验。 假如我把它带进去这个的话。 我们前面其实有一个原理。 假如说直路不,三不转就路转。 我们会想一些办法。 把这个它的variable做一个转化。 那假如说我们用这个U来带进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因为U等于它的话。 你可以得到就是它的微分等于这样子。 微分等于这样子。 因为我们Y'我们前面有讲Y'等于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带进来的话。 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equation。 一个equation。 那因为Y,U它等于Y的1-A。 然后它就刚好等于U。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 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 non-homogeneous的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变成可以解的。 总而言之它是细节是蛮复杂的。 最难的是说我怎么知道是这个。 那这个是比较难交给大家的。 不过假设是这样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一般的原则就是把一个 本来看起来我们不知道怎么解的东西。 把它转化成一个我们可以解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解。 一旦U能解的话。 我们再把它带回去。 我们就知道Y应该是等于什么。 所以它一个基本的观念是这样子。 只是说中间有一过程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一步就我们就可以想得到的。 可能需要一些经验。 好。 那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叫logistic equation。 或者是这是一个数学家的一个名字。 这是来讨论人口变化。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假如说我们VE这一项不看的话。 这是一般人口的增加率。 可是Y平方就是因为人口越多。 他的那些生活压力越大。 他的那个人口的那个增生率大概会被影响、会被减低。 因为这边会产生一些生活的压力或是那个空气污染等等之类。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列成这个equation。 那这个equation你可以看到它是Y平方。 Y平方看起来就是就是比较它不是一个linear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把它整理过来。 你看这边的右手边的是跟Y平方有关系。 不过我们带到前面那个Bernoulli的equation。 我们发现它就是相当于A等于2。 A等于2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前面那个方式。 就U就等于Y1减A等于Y的负义次方。 事实上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个讲就是一些尝试把Y平方处过来。 可能也可以发现说也许我们带Y的负义次方。 这样可以减。 好,那这样可以的。 我们就有U。 那把它整理一下。 因为它就是合乎Bernoulli equation 的那个format。 你就会得到U' plusAU等于B。 那这就是一个non-homogeneous linear ODE。 又恢复到我们熟悉的那个format。 这就是P,这就是R。 那我们P跟R都有的话。 那我们事实上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得到这个equation。 那这我们是假设你前面已经操练很熟的。 你大概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怎么解。 这个会解以后因为U。 我们前面看U就等于Y的负义次方。 所以你Y就可以得到U的负义次方。 就把这个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最后的一个减。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个Y等于0可能也是一个trivial solution。 那你可以刚才讲到B等于0的话。 它就是一个 exponential growth。 就是说我们这边不考虑的话。 那它这个就是变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它一定会人口会爆炸。 那所以这个负义它是一个我们叫做踩煞车的。 踩煞车。 人口压力可能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法子。 所以最后人口会平衡在这一点上面。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好,那这个我们画一个图。 你看最后它会平衡在这一点。 它会平衡在这一点。 我们叫这个生态智能平衡。 好,那我们对一个这个特殊的这种equation也经常出现。 就是说里面你都看不到X。 那个变数那个X。 假如都看不到的。 我们叫autonomous ODE。 就是。 所以我们前面这个logistic equation。 前面这个logistic equation。 它是autonomous。 因为它前面跟这个X没有关系。 不是没有关系。 就是你看不到它。 它是implicit。 它表示说它你只要那个点解出来。 你只要给一个点开始。 它基本上就是照这个变化。 那equilibrium point。 就是当Y'等于0。 就是它的尾分就是它没有变化量。 没有变化量它就不会增加。 它就会维持一个Y'会维持是一个常数。 所以那也代表Fy'等于0。 就是要达到这一点你就去解这个就知道。 那critical point就是那个Fy'等于0的点。 也就是让它产生0的这一点。 我们也叫做那个critical point。 那这个平衡点叫stable。 那就是它的solution。 最后它趋向一个。 在经过这个长时间以后 它会趋向某一个值。 那它就是平衡了。 它讲有一个固定值它就平衡了。 那讲unstable就是最后 它不是趋向某一个恒定的一个值叫unstable。 我想这几个就是用来解释这些equations。 那只是给大家一些概念。 那这因为在实际应用工程应用。 就我们解释一个equations。 那我们需要能够知道怎么解释它。 有时候解释是更有用处的。 好。 最后课本有提一个例子。 The Example 5. Example 5. 它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 那这个可以把它改成像Bernogne equation。 那不过细节我们就不去讨论。 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练习一下。